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孩子八个月的时候 屁股上竟然长出了一条小尾巴 这可把王大姐给吓坏了 赶紧抱着孩子去医院检查 经过医生检查之后说出的原因 这王大姐是痛哭流涕 悔不当初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咱们接着往下看 王大姐今年42岁了 是一个妥妥的农村妇女 她跟她的老公也是通过相亲认识的 两个人结完婚之后 相处得非常的融洽 小日子过得也是挺幸福的 王大姐跟她的老公一共孕育了三个孩子 老大已经16岁了 老二是12岁 老三8岁 都是女儿 可王大姐跟她的老公心里面却一直想要一个男孩 现如今 年龄也比较大了 如果再生一个男孩的话 希望并不是很大 所以她跟她老公也不抱什么希望了 就觉得三个女儿在身边也挺好的 三个女儿今后也可以为自己养老送终 所以她的小日子过得一直非常的幸福 自从王大姐跟她的老公结完婚之后 两个人就一块去外地打工去了 因为在外地打工 挣的钱要比在家里多很多 孩子则是由公公婆婆帮忙带着 所以 王大姐跟她老公在外地上班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近两年 王大姐就觉得年龄也大了 在外地上班这么长时间了 加上很少陪伴自己的孩子 她就心想着回自己的家乡发展 于是她跟老公就回来了 王大姐找了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工作 在县城里面一个超市当导购员 每个月工资有两三千块钱 虽然工资不多 但是离家比较近 家里有什么事情 她也可以帮忙照看着 也可以离自己的孩子近一点 方便照顾孩子 让自己的孩子多亲近亲近 这让王大姐心里面十分高兴 但是让王大姐没有想到的是 她跟她的老公回到自己的家乡 自然跟孩子是比较亲近了 但也跟公公婆婆亲近了 因为他们是跟公公婆婆住在一个院子里的 王大姐刚开始回来的时候 婆婆也是十分开心的 对王大姐也十分的好 但后来日子一长 她婆婆就在王大姐的耳朵边唠叨了 想着让王大姐跟她老公再生一个儿子 王大姐的婆婆说 男孩才可以继承香火 女孩再多也不如一个男孩 王大姐面对婆婆的唠叨 心里边也是烦得不行 后来她就跟她婆婆解释 你看我们已经有三个女儿了 孩子也不少了 而且大女儿都这么大了 现在再要一个孩子的话也不好看 还有我现在年龄都这么大了 也已经不适合生育了 谁知道她的婆婆说 你年龄大什么大 现在年轻人身体素质都非常好 你们也会打扮 看起来就像三十多岁 你们再努力努力 给我生出个大孙子来 我现在身体还硬朗得很 也可以帮你们带带孩子 王大姐听见婆婆这么一说 也就心软了 就跟自己的老公商量这件事 心想着反正自己已经回到家乡了 也守在孩子身边 就想着努努力 看看能不能再生一个大胖小子出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半年之后 王大姐顺利怀孕了 婆婆得知王大姐怀孕之后 更是对王大姐宝贝的不行 让王大姐把超市的工作也给辞掉了 专心在家里边养胎 王大姐的婆婆天天给王大姐 变着花样的做饭 做各种好吃的 也不让王大姐干活 想让王大姐给自己生一个大胖孙子出来 婆婆为了得知王大姐肚子里面 怀的到底是不是男孩 也跟着王大姐去了很多家私立医院 医生说怀的确实是一个男孩 让婆婆心里边乐开了花 在王大姐怀孕两个半月的时候 去大医院检查去了 经过医生的检查 觉得王大姐已经42岁了 属于高龄产妇 叶酸测定值属于高威 就建议王大姐一定要定时地吃叶酸 最好是每天都吃 吃到生产的时候 还说让王大姐定期地到医院进行检查 以防万一 王大姐回去之后 就想着买叶酸吃 但是她的婆婆就说了 怀孕期间 叶酸毕竟属于药 吃多了会不会对孕妇 对胎儿都不好 王大姐一听也是 王大姐也是有过生育经验的人 她怀三个女儿的时候 没怎么去医院检查 更是没有吃过叶酸 这生出的孩子不也挺健康的 于是她就听从了她婆婆的建议 没有吃叶酸 在怀孕期间 也没有定期地去医院检查 后来十月怀胎之后 顺利地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让全家人都十分地开心 刚开始 大家都沉浸在欢乐之中 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在孩子三个月的时候 王大姐就发现 孩子屁股后面有鼓鼓的一个东西 王大姐刚开始就非常疑惑 后来心想着 小孩子肯定就是长长就好了 也没有太在意 谁知道在孩子六个多月的时候 后边就长出了一条小尾巴 后来到八个月的时候 小尾巴就非常长了 王大姐跟全家人都已经吓得不行不行的 赶紧抱着孩子到医院检查 医生看见孩子的情况 也着实吓了一大跳 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子的孩子 医生经过检查之后就问王大姐 有没有在怀孕期间吃一些不该吃的东西 或者说 怀孕期间有没有定时地进行过检查 王大姐就说 怀着胎儿子 全家人都十分地重视 所以在饮食上也特别注意 没有吃不该吃的东西 至于说定期检查 怀孕期间很少来医院检查 医生就说 你想想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王大姐就恍然大悟 就跟医生说 当初在怀孕两三个月的时候 来医院检查 医生说叶酸测定属于高危 要定期地吃叶酸 而且需要到医院定期地检查 但是跟婆婆商量之后 觉得孕妇吃叶酸会不会不好 毕竟属于药 再说 怀前几个孩子的时候也没有吃叶酸 孩子都挺健康的 于是就没有吃叶酸 也没有定时地到医院检查 医生听完之后 指责王大姐 为什么不听从医生的话 医生都明确告诉你了 一定要吃叶酸 你为什么不吃 如果孕妇按时地吃叶酸的话 会有很大概率预防孩子出现畸形的情况 你这孩子就是明显地出现畸形了 它不单单是后面长一个小尾巴这么简单 是一个变形的脊椎 它本身有一个脊椎了 等于是又多长出了一个 而且脊椎在外边 是慢慢地向外伸长 里边那一部分是慢慢地往里边压迫 它原有的脊椎 所以慢慢地 这个孩子就会下半身彻底地瘫痪 王大姐听完医生说的话之后 顿时瘫软在地 崩溃不已 她真的非常后悔 当初为什么不听从医生的建议 如果当初能够好好听从医生的建议 定时地吃叶酸 定时到医院检查 也不会害自己的儿子 长成了一个畸形儿 毁了孩子的一生 王大姐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医生看见王大姐的样子 内心也十分地动容 但是也没有办法 事情已成定局 无法更改 王大姐顺利地怀上了一个儿子 让全家人都十分地开心 但就是没有听从医生的劝告 没有定时地吃叶酸 没有定时到医院进行检查 最后导致了儿子生出来是一个畸形 而毁了孩子的一生 真的不得不说 咱们一定要好好听从医生的话 毕竟医生是有专业知识 这方面要比我们普通人要懂得多很多 就算我们普通人生病吃药 也还要听从医生的意见和建议 别说是怀孕的妇女了 更得听从医生的医嘱 按照医生的要求 进行吃药和检查 大家觉得 怀孕期间 去医院定期地做检查 有没有必要呢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